節目開始 上菜啦 記得訂閱11點熱炒店 YouTube頻道喔 不嗆不辣不上桌 我最近有發現妳像極了一種動物 什麼動物 兔子 為什麼兔子 要不然妳怎麼會一直在我心裡 跳來跳去 妳怎麼這麼會說話 因為是小路就心感 妳這種跳法 對啊 兔子真的奇怪了 小路就無聊了 因為大家都猜得到答案 妳知道情人眼裡出什麼 妳知道嗎 出什麼 出稀吃 不是 好不憂鬱 妳今天為什麼要這麼奇怪 妳今天為什麼怪怪的 妳也知道我們主持節目 有時候也是照本宣科 就是因為腳本這樣寫 真的實在 我跟你講 好 要切入主題 因為我怕東怕西 就 可是你是演藝圈的歌 荒謬大師 你也會怕人家不喜歡你 我有辦法討好任何人 但是 開玩笑 我這麼喜歡你 沒有 因為Melody心中 有她的真命天子 有她的真愛 對啊 那妳心裡也有 我們因為我們都各有 妳跟我老婆比起來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OK 對 好 講到主題了 就是很多人怕東怕西 可能是因為自卑還是怎麼樣 一直覺得 擔心別人不喜歡妳 沒有安全感 對 於是就要做出很多的事情 讓人家來喜歡妳 就是討好別人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好好的聊 就是說 我們的來賓們就是怕東怕西 最怕別人不喜歡自己 然後我們要來歡迎我們的亞綸 好 厲害了 宇童 OK 已經有人喜歡了 綠茶 小郎 繼續歡迎 來 楊佩潔 謝謝 歡迎 老兵的楷模 瑪莉歐 漂亮 對 演藝圈資深第一把交椅 是 楊秀慧是一代好貴 來 來 在哪方面最自卑 對 對 人是這樣子 就是怕別人不會喜歡自己 很多原因是因為 內心有一種自卑 而且不是因為說我條件不好 很多 我發現條件很好的人 他也自卑 很多人會覺得說 藝人怎麼會自卑 這麼有自信 然後這麼成功 自信心爆棍的人 對 怎麼會自卑 但確實是真的有 像秀慧姐也有自卑感 我不敢相信 秀慧姐 妳怎麼可能會自卑 妳就這麼完美的人 沒有 妳這樣想 妳要身材有身材 對不對 妳要年代有年代 我最近有在收 沒有 很慈悲 妳也好害人對不對 不是 因為 總是會覺得美妝不足 其實我私底下還滿自卑 其實我私底下是一個很害羞的人 譬如說 我遇到我不是很熟的人 我就會 他跟我講話 我會 妳說 妳好 然後我就故意去裝忙 因為我接下來 我不知道要跟妳講什麼 因為不夠熟 然後 我每次 大家就說 我在錄影的時候 就說 秀慧姐妳真的超好笑的 我昨天看到妳 什麼一個YouTuber 我怎麼是笑死 我說 我心裡想說 看我這麼好笑 因為我自己看我自己 我都不會覺得好笑 別人都一直說 我覺得 我很好笑 我都覺得這是在膨脹 妳怎麼是覺得好笑 我自己根本 我覺得 妳跟我差別好大 我看自己的節目 我就認為 你是自我感覺良好 這位姐是自卑感 而且是對妳表現的能力 有自卑感 而且我每次錄完影 譬如說 我這個會檢討我自己的人 我要睡覺之前我就想說 我今天去錄影 我怎麼那一句話都沒有講好 所以我跟妳講 我錄影 我從來不看我自己的 不看背景 我媽媽說 那個幾台幾台 現在有妳說 我趕快把棉被看起來 我不想看 我不想看 我不敢看到電視中的我 我有時候 晚上睡覺就滑那個YouTuber 那有時候看了我 我想說好奇好奇 因為他那個 抬頭寫的都很聳動 我想說 要不然我是到底這個講什麼 我點進去看看 我講沒有兩句話 趕快把它關掉 會這樣 我想說 我怎麼有辦法講出那種話 我真的那是我嗎 我都對我自己很懷疑 我自己的節目 我不但自己看 我還約老婆 女兒 一起看 看著看著我就露出一種 冷冷的微笑 男女 怎麼樣 好笑 老婆你一直吵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老婆就配合笑一下 我曾經因為就是有一個點 沒有接好 我自己傲囊的三天都睡不著 對啊 我會一直板著 我告訴妳妳這樣換得換死 不需要這樣 因為妳這個耳朵的高度 妳只要坐在這邊 就算不講話 就有收視率了 我現在有在收 你看看 有在收 有在收 十眉三目 髮洗充滿 髮像莊嚴 莊嚴 謝謝 來 余通 余通為什麼感覺自卑 我的話是因為 單親家庭的關係 對 其實我覺得本身 我本來也是覺得對單親家庭 我也覺得還好 因為我媽媽也很辛苦 把我拉拔長大 幹嘛要自卑呢 可是我真的 說實在我從小 就譬如說像那種什麼家長會 或是什麼同學會 就那種什麼 以前不是國小都會有媽媽跟 家長去 母姐會 母姐還什麼的 對 然後因為我媽她很忙 她等於就是又要工作 又要帶我 所以她其實有時候 這些活動她是沒辦法出現 就包括什麼親子運動會 我媽媽從來就是都沒有來 所以要跟家長兩人三角那種就 就都沒有 對 那所以久了之後 真的就是 反而是透過當時的同學 會聽到他們講說 我媽媽說叫我不要跟你玩 就是因為她覺得 你家裡很複雜 就是我國小 她單親才單純怎麼會複雜 因為他們就 你是什麼理論 一個人而已 比較單純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說 就是我可能都沒有大人在帶 那這個小孩 那時候我小時候 功課也沒有很好 所以她就覺得 功課又不好 然後就是又單親家庭 都沒有看過 家裡面有長輩來學校的 那可能就是 家裡環境可能就沒有很好 所以我小的時候 國小就常常聽這樣子的話 然後一直到 我後來就是大學 交了男朋友 我那個時候呢 哇 就聽 真的是親耳聽到 當時男朋友的媽媽跟我講說 欸 彤彤啊 就是我覺得 你跟我們家就是 小朋友就是跟他兒子啦 就是其實有點不合適 他說我們兩邊家庭 成長環境 你們差這麼多 以後他還要出國的 你有能力嗎 對 他會講這種話 能力 對 而且他甚至後來還講 會說什麼 那你該不會以後就是 結婚什麼 你要帶著你媽媽吧 哎唷 對方會 就有這樣子講 所以我那時候就 當然也會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 人家這樣說 那當然也就分開了 可是我覺得就是這幾次 都會是一種陰影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一定要很顧那個自己的家教 因為我就是很怕人家會覺得 就是沒有家裡面的人在帶啊 所以就是可能家教就不好啊 或什麼的 所以我是那種 任何時刻 我覺得我在同年齡 我二十幾歲 我覺得我對於長輩送禮 我就會特別的去注意 我會自己畫卡片啊 然後自己去買一些 自己做餅乾啊 我很早就會做這種 這些事情 會變成比別人 更在乎人家 對你的看法 對 以前是這樣 以前就是說 單親的舉手 心聲報道的時候 舉手 妳沒有爸爸 妳沒有媽媽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說 現在心聲報道 非單親的舉手 被人家笑 妳有爸爸 妳有媽媽 妳要怎麼放下 妳要怎麼放下 因為現在 現在單親的比例比非單親 對 現在這是真的滿多的 對 現在單親的比較 比較拽 比較自演 小普遍 瑪莉侯 妳有什麼好自卑的 對 妳有什麼好自卑 瑪莉有什麼自卑 妳在哪方面最自卑 性能力 我是 什麼 我是一個自卑的人 但是我相信觀眾朋友 妳已經猜得出來了 長相 長相 這個長相其實從小 很帥 沒有 我是說真的 我真的最近有在修 修得很好 有一次他來上節目 要講什麼 醜人多做怪之類的 然後我就想說 瑪莉侯 醜人代表 他整個大怒 玉琳哥 其實 他講得也沒 沒有 他講得對 其實我講得也對 其實我從小 怎麼也對 妳本來就不是帥 但也不至於到醜 沒有 玉琳哥也不醜 對 只能說不帥 他就是可愛 就是 耐看 有趣 奇怪 對 奇怪 那我是 滑稽 古蹟 對 那我對於這個長 我自己的長相 其實我從小到大 我一直有陰影 這是真的 因為我長得就不好看 然後這個 這個 我甚至從以前從小到大 我有的照片真的不多 我不喜歡看到我自己 剛剛鮮惟姐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 我通常我也不看我自己的播出 我有聽你分享過 他們家鏡子都用紅布 沒有 蓋起來 沒有 不要這樣講好不好 然後所以就 只要是我的演出 或者是我的照片 所以我每次看到我的照片 我就把它 我只要能夠留的我就 不留的我就把它刪掉 因為我不想看到我自己 我對我自己長這樣很沒自信 而且我朋友跟我講說 那時候我還不叫瑪莉歐 我姓璞 叫璞國根 她說小璞 妳在譜什麼 對 他上次 馬哥上次有來說他姓譜 國家的國根 妳的根 他說小璞 他就說妳長得不好看 可是妳千萬 妳千萬千萬妳就閉嘴就好 妳千萬不要笑 她說妳笑 因為我的牙齒是很 就是不好 很不好看 而且我側面很像 很像北京圓圓 在命像學對 就是進化論 就是那種 你可以模仿進化論嗎 謝謝 主持人好Cue 對 就是我對我自己的長相 非常非常沒有自信 然後也不討喜 也沒有的觀眾緣 所以以前我一路走來 我入行22年 我是最近這五年拆 用自己的努力 然後用我的熱誠 用真誠來打動了觀眾朋友 以前我是完全 製作單位也不用 就是我去試鏡都是炮灰 我去國光異校去試鏡 這個是很正常的 至少三四十次 但是永遠都是炮灰 也沒有任何的回覆 後來是因為他們有一個 腳從廣告開始起來的 那是因為那個廣告的角色 要一個悲情可憐的角色 他才用了你 我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對現在還是一樣 就是總是很沒有自信 以前去錄影 我都不敢講話 去攝影棚 因為表現不好 你沒有自信你就會表現不好 也不知道該什麼時候該講話 什麼時候不該講話 然後又有大師兄那些 對 就是好被排擠的感覺 是這個樣子 可是會不會是你心裡的陰影 就本來人家沒有排擠 是你自己的 對 自己 然後就是 然後我爸就跟我講說 我的朋友跟我講說 你兒子私底下都很好笑 那為什麼你要 你在上節目跟傻瓜一樣 還有一次印象最深的就是 憲哥的節目 就是我們男生都在幕後面 然後有來賓 五個女來賓說 選說 誰是你心中的Mr.Right 那我們就隔著幕 然後有變音 然後就說 我的我愛家 什麼弄完 三票了 來 看看我們 第一位是誰一拉開 是我 當場我看到那個 女來賓的臉是這樣 就是 是這樣子 她是不是故意做效果 不是 她的OS是 天啊 是她 在想幹那麼久 真心還是效果 我們分辨得很清楚 那個是第一個反應 所以我心裡好難過 就是 就是這樣 後來就都跑票了 因為看到本人以後 他們說不行 他們改變 決定 很難過 我永遠記得那個感覺 OK 現在出頭天了 也沒有出頭天 可是現在 我之所以現在 是這麼低調努力 就是我很怕人家想 現在變了 你看 現在有青 我不要這個樣子 她現在很防範 人家在背後講她這種閒話 我每次問她說 得金鐘獎 要不要漲價 雨林哥 長什麼長 不長都沒人要了 還長 對 所以長相是我 很大的致命傷 OK 來 雅倫 怎麼可能妳會有自卑的意念 雅倫 妳怎麼會自卑 妳又高又瘦又美 其實就是模特兒的身份 妳這個要氣死瑪莉歐 不是 就是模特兒出身的身分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我是花瓶 就是我們只會 以前就是衣服給妳 然後妳就展現出來 然後妳會拍照 妳會走秀 妳可能不會講話 妳不能講話 或者是妳講出來的東西 妳沒有什麼內容 然後之前還有我朋友跟我說 我們那時候要進口一個蠟燭的聲音 還是我發起的 然後找我朋友之後 他們就說 妳也沒有打過卡 妳也沒有做過貿易 妳懂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貨源是我找的 然後他們就說 然後妳可能想是說 我們除了要去 譬如說找大賣場合作之外 我們可以這種街邊店的拜訪 然後他們就說 妳都很天馬行空 妳真的沒有上過班的人 妳不要講話 然後他說 妳們模特兒出身 就是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會 然後又沒有上過班 然後妳講的話都 他們都沒有要聽 我想說 就是因為 就是小時候是模特兒出身 但寧可這樣 能當模特兒對不對 對啊 你說妳是花瓶 那至少 至少 妳是個漂亮的花瓶 總比 我們是共品 沒有 我們都是共品 擺在那邊讓妳要拜 她是花瓶 總比有些藝人 是盲腸 盲腸是跟妳有盲腸 可以 要割掉 花瓶總是還好看 可是確實會有這種 能當 妮雅倫誰要當如花 對 但是比別 可是她有的時候 也會想人家看到她另一面 那人家就會說 因為妳漂亮 所以妳不懂 妳什麼都不會 妳不要講話了 妳講話就是 算了 妳就坐那邊 不要講話就好了 這很傷人 就好像你沒有腦子 我好想當這樣的人 這樣就有錢賺 所以後來 譬如說 我是後來是轉宣傳 轉VJ開始 他們就說 妳會說話 我想說是怎樣 模特兒會說話 什麼意思 他說妳模特兒都不太會說話 像是娃娃的概念 所以就是覺得那時候 還滿受傷 因為大家看妳就說 妳會嗎 對 就常會給妳那個臉 妳會嗎 OK 所以人真的是 就是 不管在什麼高度什麼位置 要怨都有的怨 對 所以以前常講的 說那個 劉德華與劉德華的煩惱 曹查理也有曹查理的煩惱 當然 曹查理 能當劉德華誰要當曹查理 你不會曹查理 請問曹查理發到送話 來 佩潔 妳喜歡劉德華還是曹查理 我剛剛在想 曹查理是誰 對 她是誰 是查理曹 查理曹是誰 以前香港拍三集片的 沒有了 她也拍很多正常片 後來 因為她的正常片我是不看 搞笑了 她有一些搞笑 就這樣復興 沛姐 妳哪方面最自卑 我最自卑就是天生沒有幽默感 幽默感 對 因為我常常就是會被自己的朋友 笑說就是 他們都給我取綽號說 妳是認真姐 聽什麼 聽誰的話都很認真 然後都會相信 人家在開玩笑 妳當真 對 妳剛剛講曹查理 我就一直在想 為什麼他會出現在什麼 對 其實沒有人會認真想 對 就是像這樣 所以我就需要像馬哥這樣的人 就是在我旁邊 給我翻譯解釋一下 然後我前陣子就是有在想說 因為我都聽不懂男生之間 他們的對話 然後就跟我的 妳聽不懂男生之間的對話 那可能我講話 99.9%妳都聽不懂 我就是會慢一點想到 對 沒有 他是太認真聽 對 就是他太想 就是了解妳的意思 對 人家在講真的 他當作人家在講假的 人家在講假話 他當作人家在講笑話 有一天你跟他講笑話 他又當真 對 對 我真的常感到 真的有時候在夫妻相處 也是小困擾 就是老公在跟你開玩笑 然後你又當真 然後他就說奇怪 奇怪是不能跟你好好聊天 不能跟你開玩笑是不是 因為他就會認真去思考 太認真 對 太認真 OK 但是這個 也不至於他到自卑的程度 對 對 會覺得 別人好像會覺得妳很蠢 就別人不想跟他講話 或是會笑他 或是覺得妳很無聊 對 反應比較慢 郁茶 我 妳有什麼自卑 妳應該很多吧 對 妳不是 妳有什麼 我還有吧 妳不是 自信心爆棚的人 他會自卑 他就是自卑轉自大 沒有 當初 剛開始的時候 我綜合到秀惠姐跟瑪利歐那個 不會講話 不會講話 等一下 你不會講話 就算你幹嘛要講話 就像秀惠姐跟瑪利歐一樣 你這樣不是傷到人家嗎 就算我不會講話 就你幹嘛把他扛起來 你的專長就是一本正經的 胡說八道 為什麼 真的 一開始就 對 為了讓別人喜歡你 加入小教 加入神秘宗教 神秘宗教 真的耶 不是啦 真的是一號耶 好很多耶 等一下 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支持11點熱炒店YouTube頻道 你先聽我解釋不要公開 不要公開我 我的意思說 不會講話是不會說話 就等於說 上節目剛開始完職的時候 我都不敢講話 因為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後來都是小鬼 他主導 主導的這些東西 所以說我那時候就習慣說 反正有小鬼在就好了 其實上節目就好 你是不是幻想自己是當中 就是偶像擔當這樣 在那個程序好像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沒有說什麼 等到最後我上了一個節目 我想說 他們找我 因為我寫過一首歌 後來就想上 就上了一個節目 就是作詞作曲的這樣子 在訪問 那我就自己去了 自己去的時候 剛好有另外一個作詞 坐在我旁邊 後來主持人在Cue我的時候 我卡辭了 我一句話都沒有講 我要講 還有好 下一位 慢了 後來我從那時候 我就開始有一個恐懼症 說什麼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那你可以再Cue我回來 可是他連Cue都沒有Cue 他是你爸 不是 要Cue你回來 不是 我的意思說 他這邊講完了可能再Cue過 找不到縫隙在講話 你也沒有在操話 就是他就一直在跟他們 一直在聊了 就你是空氣這樣子 就變成空氣了 那我要怎麼進去 我也不敢進去 我到最後已經結束了 結束完之後我就 就乾笑 就好尷尬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下去旁邊的人就不知道 你都沒講到話 還好嗎 我聽到超丟臉的就是 那會很難過 跟我之前一樣 就是 我要怎麼去突破這樣子的東西 讓人家知道說 我才知道說原來我不能上節目 就覺得我越想越多 又想要卡詞 又想要接詞 像前輩在講話的時候 我一接 他們就說你在幹嘛 頭就跑到這邊來看了 我就開始害怕了 我跟你講上節目 哥算是插話天王 而且我是插到 任何人都一定要讓我 而且你插話插得順理成章 不是年紀的關係 我就是有我的方法 我跟你講 你怎麼弄 就是 教一下 我本來要講後來沒講 結果我現在輪到Melody講 對不對 你只要掌握一個原則 反正好笑難笑 他只要講一個小段落 就哈哈哈哈 對 我跟你們講 有一次我去阿里山 就是在呼吸的時候 就是那個人在呼吸 他漫氣的時候都插入 但是你不能硬插 你要先哈哈笑 你再捧他唱 你哈哈哈哈 整個音量壓過去以後 都在笑就打給自己 我知道他的方法 就是用他那個很大聲的笑聲 把我們全部都壓死 對 壓死了以後 我們就會說 這個人怎麼笑這麼大聲 然後他就開始講了 就是轉移注意力 這個很厲害 所以我們要先回家 練很大聲的笑聲 對 對 是不是就這樣子嗎 有一次我問維銘哥說 維銘哥 你們在節目 為什麼可以講得這麼的順利 他說 沒有 不用吵 就 沒有 因為 你怎麼又一直這樣講 很簡單 維銘哥也是這樣教 對 就這樣 直接講就好了 你講錯了 剪掉 因為他是維銘哥 對 可是問題是 我們的情況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不行 有一次就是講台語的 我想說 我不會講台語 那我要怎麼樣 就放空 一上去 噼噼噠噠噠噠噠 不會講台語 結果大獲成功 沒想到大家笑得那麼開心 我說 原來這樣子 隨便會來一個 你這輩子最巔峰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這樣 講台語那個時候 所以我嚇到了 從那以後你就走下坡了 沒有 你好狠 就是因為這樣的歌 已經上了玩很大 所以玩很大 所以我一把它放開 會大家就是 就是收到大家的一些認可 所以自信就開始上升 這樣子提升 這樣是好方法 對 很多時候因為自卑 我們怕人家不喜歡我們 所以我們反而會做出一些事情 希望討好別人 對 接下來就要問大家 曾經為了讓別人喜歡你 做過哪些 你這一輩子 這一輩子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蕭惠姐 我 我真的 為了讓別人喜歡你 我為了 加入神祕宗教 為什麼我邪教 妳是愛上教主是不是 妳怎麼會 不是 妳怎麼還是找死人 不是 因為以前 加入神祕邪教 我跟你講 以前 真的 我私底下是一個很 很明顯的人 以前剛加入那個 在從小我就是去跟中師簽約 那時候才17歲 跟中師 中師 中師 我也中師 妳太中師 進去也不敢跟人家講話 看到大牌的時候 我們是更怕 因為我們那時候去都演那個 雜不乾 老爺請用人生茶 出去 老爺 外面有人找你 沒你的事下去 老爺 不要閉嘴 關 關 是 老爺 都演那個 都演那個小角色也不紅 看到那個大牌有牌子 我們就會 我也會說 說在旁邊也不敢看人家 怕人家笑我們 然後就有一個 那時候就有一個知名度的姊姊 她都會很關心 我說妳為什麼不過來聊天 為什麼不過來做 我就覺得那個姊姊 真的對我也太好了 溫暖 她又不嫌我小牌 又這麼提醒我 要吃便當妳要吃 我說 那個便當我可以吃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拿來吃 我們有演戲都可以 那時候才知道說 可以去拿便當來吃 真的 她說有一天她說 看我眼睛紅紅的 那時候好像是睫膜眼 是殺眼我忘記了 她說妳眼睛這樣子 來 眼睛閉著 我幫妳發功 她說 妳現在發功 發功 發功 我還以為她用舌頭 舔妳的眼睛 也不是她媽媽 她不是她媽媽 然後她那個 不知道什麼叫 我不知道什麼叫 她說 念了一堆 兩隻手就一直戳 幫妳發功 一直念 然後她眼睛閉著 她就放在我眼睛上面這樣 她放在我眼睛上面 她說 妳有沒有感覺到什麼 我說 她在幹嘛 妳說眼睛閉著 感覺到什麼 我說 感覺到什麼 我說 好像熱熱的 對 妳感覺到熱熱的 妳現在眼睛有沒有比較不刺 我說 真的 不刺 我心裡想說 笑的 心裡的 妳說不刺 妳的 平衡都壞掉就好了 平衡倒掉就好了 幹嘛開醫院 可是 她說 有沒有好一點 好很多耶 姐 妳真的很厲害耶 小妹 弄起來 我的腿 滴起來 拍腳 站起來 因為 因為我想說 我如果沒有反應 我會很對不起她 妳要給她一點回饋 而且她會不喜歡我 怎麼 我為妳做這些 怎麼都沒有反應 怎麼都沒有感覺 我說好厲害 姐 怎麼那麼厲害 她說 妳有興趣喔 妳現在每天跟我來去 我要一天一個鐘頭就好了 慢慢練 妳就會跟姐一樣有這種功能 我說真的嗎 妳要去嗎 要 我心裡想說 我不要 我心裡說我不要 我說 妳真的想去 我要 我說很有興趣 太好了 沒聽到我去 去那邊 她那個 那是一個什麼場所 她那個叫是要用跪的 那是那個榻榻米 上去鞋子都要脫掉 要跪著 一次要跪大概快兩個鐘頭 就還一直在那邊念經 然後一直跪在那邊 我看這些念的 都好痛喔 可是我眼睛就閉不起來 我眼睛閉起來 我屁屁說這樣 可是她 不能大家都已經閉很好 趕快一閉 閉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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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姐說 妳每天跟我這樣練功 妳現在說妳的心得 我哪有心得 我一定都沒有心得 我說 姐姐 是這樣子的 我頭先去的時候 我都覺得那邊都冷冷的 後來我跪大概超過13分鐘 我就覺得我身體都熱了起來 對 發喜充滿 對 就是這種好像電流 從腳底上通到妳頭 讓妳的頭都會清澀這樣 對不對 妳是不是很喜歡 我心裡想說我不喜歡 但我嘴巴說 我根本每天都來 妳真的可以每天都來嗎 我說可以 我心裡就說 我幹嘛還講這種話 好 那我每天都帶妳來 我就這樣子跟她過了一年 妳一年每一天都去 每一天都去 怎麼解脫 因為我怕我不去 她會不喜歡妳 而且總會覺得我半途而廢 那後來開始就是 那時候就是開始做秀了 就有人來叫我去做秀 我就中南部這樣跑 我說姐姐我必須要去賺錢 那等我回來 我再找妳去練功 她說好 那必須要賺錢 趕快去賺錢 阿彌陀佛 後來我突然回去了 對啊 不想 聽妳這樣講 我覺得那個功好像滿好的 妳要臉嗎 對 換講 妳心裡盡 她要不要躺什麼 不用 這樣我不會因素 不是雙修 不是吧 妳那個什麼邪教我也有 為了追女孩子 希望妳還是喜歡我 她帶我去參加什麼 她說拿一堆人手接手 她說妳可以 我愛妳 我愛妳 我愛我爸爸 她講十分鐘 我就沒興趣了 我說這個我不會 妳不會 老鼠都會 妳不會 妳不會 我會 瑪莉歐 妳做了什麼事 只是為了讓別人喜歡妳 我做保人 當上是做保還錢 不OK 為什麼 沒有 因為人在屋簷下 不得不低頭 因為我們在 我在 我入行22年 我打15年的工 我都在餐廳打工 我們的經理 營運部經理 是從國外調過來的 是空降 我們是全世界連鎖的東西 他調來台灣之後 他有時候生活上一些花費 可能有點超過他的預知 所以他辦了銀行的 他要辦銀行的信用卡 可是你外籍人士 你是沒辦法辦信用卡 所以他就找了 他就選選選 我們是他底下的經理 他就選選選 可能他之前也問過別人 他就會問到我 他說瑪莉歐妳能不能幫我這個忙 我說那我就想說 如果能夠幫妳這個忙 我在公司的營運上 我也比較有好處 後來我就當他的寶人 結果他做寶 我當他的寶人 然後信用卡就下來了 有額度他刷刷刷 然後他大概人品有問題或怎麼樣 他就被調回新加坡 他調回新加坡 他的錢也沒還 所以我變成我是寶人 我就要去上法院 然後最後幫他還這個錢 金額大概多少 5萬多塊 就5萬多塊 但那個時候對你來講是一筆負擔 拜託我那個時候已經負債 我付到不要多少錢 已經破百萬了 我那時候還是用某某信用 那個時候那個利息是19.71 我每個月都只繳最低 應繳金額 我剛剛講過我的自卑 因為我的自卑 我必須要用錢 花錢來跟人家交朋友 我請你吃飯 我請你喝酒 瑪莉歐的幾段戀愛都是花錢 都是花錢 因為逸琳哥都知道 因為還有 花錢買愛情 對 花錢買 但是你這樣講 人家觀眾可能會以為說 我去那個 我不是那個 我跟女朋友分手 還買一支2萬多塊錶說 送你這是我們的分手禮物 是這個樣子 然後為了我 因為我的樣子 可能就比較正直 因為我爸爸是軍人 我對事情要求也很嚴格 所以很多員工不喜歡我 那我就常常下班後 請員工去喝酒 請員工去吃宵夜 你還這樣子 因為我希望能夠這樣子 能夠讓他們喜歡我 後來為什麼 後來是因為 我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左右手 那時候我也是經理 她就跟我講說 她說馬哥 我說妳不要再這樣騎客 我說為什麼 怎麼樣 她說 因為他們女生在更衣室換衣服 她說 Merody待會兒要不要去吃那個 吃宵夜 她說我不想去 去 反正馬六她會付錢 不吃白不吃 所以我就從那個時候就是 受傷 工具人 我就沒辦法 因為還有很多事情 因為上級的壓力 你不得說NO 硬的頭皮好 你那一陣子 這都是過程 以命理學來講 就是走空網 這是什麼 走空網 他這也不算走空網 他聽不懂 頭腦不知道在想什麼 一片空白 人千不走 鬼千苦走 都欠一百萬 然後還會當你的保人 然後又多欠五萬 而且這個時間 一般就三五年這樣子 沒有 他就是他也擺爛 反正他就回新加坡 他也不管你 然後法院就傳票 然後集行還找人 找律師來說那你要怎麼談 他說很快 其實很容易你就賠錢就好了 就還錢就好了 就是這樣子 那為了只是希望 你喜歡我 然後可以讓我方便 討好你 討好你這樣子 好啦 其實瑪利歐的故事總是很勵志 對 對不對 經過這麼多的坎坷 你現在變巨星了 對不對 什麼 有 你那個什麼邪教我也有 為了追女孩子 希望你還是喜歡我 他帶我去參加什麼 他說你一定要跟我參加什麼 什麼會 去一個什麼地方 然後一堆人手接手 然後就自己唸名字 瑪利歐 你可以 可以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我自己 講了一道 可以 你那個什麼會 他就是 老鼠會 不是 他就是欺利那種 那個我參加過 老鼠會 他講 他講十分鐘 我就沒興趣了 我說這個我不會 你不會 我會 就是這種 激發你什麼潛能 然後你們現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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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我們兩個人站在一起 就是AB兩個人 把對方當作鏡子 跟對方真誠的懺悔 我們就打哈哈 就說 我不應該偷阿嬤的內褲 什麼 就講過去 對方就是演鏡子 就會微笑 輪到他講我當鏡子 他就 我該死 我不要臉 告解了 這個結束之後 還有給你畢業證照 他還讓人進去 他還讓人進去 有特別這種 激利人心的老鼠會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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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比較嬌小可愛型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每天 畫煙燻妝 然後去 你穿舌洞 對 這不像你會做的事 對 很不像 然後就是染那種怪色的頭髮 然後就是每天把自己弄得 就是很像樂團的那種 樂團的人這樣 可是後來 都很細這樣子 對 因為以前流行 然後會染那種紅色 大紅色 妳就是女的8加9 好像是 對 而且那時候打蛇洞的時候 很 就是還不敢讓家人知道 然後那時候回家跟媽媽 媽媽在煮飯的時候 是不小心看到 她就說 可能叫我試個菜 她就這樣 我就啊 她說等一下你嘴巴那亮亮的是什麼 然後被媽媽發現之後 她就當然叫我馬上拿掉 拿掉之後 因為蛇洞是一個 很快就會復原的東西 她馬上就合起來 然後我就很不甘心啊 我就跑去問那個皮膚科醫生說 多久可以再打 他說 他說你不要再打了吧 因為你那個舌頭都腫起來了 也發炎了 然後他就說 不然最快就是一個禮拜 我一個禮拜後 我又再去打一次 好煩膩喔 我就是堅持想要就是 跟自己不一樣的那種很酷的感覺 可是呢 後來就是我的朋友們都跟我講說 你很不適合 就是煙燻妝啊 然後四清打蛇環這些 然後我才慢慢的了解自己的路線 應該要往哪走 可是那時候 就會為了想 就是融入 看起來跟大家像一點 然後去做那些打扮這樣 等於要讓那個同儕接納 對 融入啦 很多男生討厭煙味對不對 從小不抽煙 到後來都是唸高中唸大學的時候 那個同學說拿煙請你 你不抽不好意思嗎 你不拿他說不合群 對 所以後來才會變成那樣 很多男生 冰淨玉潔喔 為什麼後來變成去嫖妓了 他自己也不想 也是那個他在約嘛 你不去不行耶 對啊 你是不是也有這樣子過 沒有 我是堅決的說 不行 我不去 我不會跟你們去的 我會自己去 來 夏玉潼 我的話是 用糖醋然後自製保養品 對 為了讓人家喜歡妳 糖醋跟醋 如果說用糖醋來煮魚就算了 糖醋排骨 糖醋 沒有 弄保養品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一個男友 他是很 就是比較節省的人 然後他覺得女生如果花錢買什麼保養品 買那些東西 他覺得就是很浪費錢 所以我就是為了想要讓他覺得 我是一個就是很賢慧 我連保養品都可以自製 然後我就覺得感覺好像還不錯 然後我那會有跟他講 他就覺得很好啊 也很天然 這很不錯 所以我那時候有一段時間真的很流行 用什麼鹽跟糖 然後可以去餃子 然後牛奶然後加那個白醋 你洗臉 然後他是說可以什麼 也是可以去餃子 加強清潔 我那時候一想天開 我就想說那我就把 鹽或者是糖 然後配白醋 那我是不是就會變得很光滑 就感覺很深沉在去餃子的那種感覺 受傷吧 然後我就很認真 鹽跟糖再配白醋 鹽跟糖 對 鹽跟糖 就感覺滿適合沾水餃 通常之前是那種 它是鹽跟糖 你要加橄欖油 那我就是把它跟白醋放在一起 然後我就開始在那邊搓搓搓 然後我搓一兩天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抽到第三天 第四天 然後我突然覺得 我的皮膚明明沒有起屑 可是我摸起來是粗的 就是很粗糙的感覺 然後我就化妝的時候就發現我的臉 會出現那種一格一格的 就是那個皮膚的紋理已經乾到都跑出來了 就很乾乾紋這樣 然後因為那時候跟他在一起 因為那男生很瘦 所以我就也在減肥 然後減肥的時候 然後女生就是沒有膠原蛋白 然後你就瞬間流失很多 然後你的臉又很乾 然後我那時候乾紋 就是超級明顯的 然後我就嚇到 我想說天啊 我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當時還被那個男朋友還嫌 還說你在幹嘛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什麼的 所以後來我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開始會很認真在挑 譬如說我的保養品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挑選 不論是他的功用 或他的CP值 價格 跟他的成分 我就很認真做功課 然後一直到現在 因為我覺得我不是很白的女生 然後我又很希望我自己出來的時候 會有那個SPA LIGHT在自己的身上 那我最近真的用了一款 我覺得很好用的 就是我如果現場就是 有女生朋友或是觀眾 有那個女生朋友 你會對自己的素顏沒有什麼自信的 就一定要來聽聽我分享 我今天有帶來要推進 來… 迫不及待要看一下 11點熱炒店 厲害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一瓶 它是紫色仙女水 它非常的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耶 它一整罐這裡頭 你看到這個一片一片的有沒有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花瓣 應該不會是 對 你知道這是什麼 花瓣 沒錯 它就是花瓣 它是一片一片的 鴛尾花的花瓣 鴛尾花 對 鴛尾花它其實很好 它是可以淡化我們那黑色素的 而且重點是你知道通常 就是有些保養品 它裡面可能就是一點點 但是它這個是一整罐 基本上你會感覺好像一株 一整株的那個鴛尾花都在裡面 真的加好加滿 倒出來看看 要先搖嗎 不用搖 其實不用 而且很漂亮 倒出來你會覺得超級療癒 來… 很美 稍微起來這樣給鏡頭特一下 各位 有 果肉的果汁你們常喝 有花瓣的保養品 生品第一次看到 真的 非常地美 真的很仙女 對 而且它質地好濃稠 對 我直接試在我的手上好了 其實它的質地是比較像這種 化妝水跟精華液 比較濃稠 然後你看它這樣留下來 其實它的延展性會非常地好 然後你就稍微地做一個按摩 就這樣擦它 它的花瓣會吸收 它會吸收 其實你把它按摩按一按 它就會化掉 花瓣 它花瓣吃進你皮膚裡面了 它就會整個化在肌膚裡頭 然後它其實擦起來 感覺非常地舒服 然後它裡頭又有 加上這個素效油感的 獨家女神態 這個女神態 它就是把這個小分子的生態 然後再配上這個 蜂王乳的精華 然後調配了一個專利的成分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可以讓你的肌膚 然後補滿水分 所以你看就稍微這樣 去做一個按摩之後 其實比較像那個手 你會覺得擦很多 其實我剛剛倒太多 你看 倒了一些 擦到手臂 所以我才會覺得它CP值很高 因為其實你只要一點點 你整個臉到脖子 你都是可以擦滿的 好 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擦 你看那個顏色 還真的有擦 就是馬上有亮 保水好快 這隻手 對 完全逆轉機靈 沒錯 對不對 都要看起來皮膚會特別透亮的感覺 很保水 這邊就像仙女 這邊像仲田 真的好像是曬過太陽很辛苦的手 差很多 好 然後因為我現在已經卸完妝了 那我就直接來測試一下 我素顏的時候的那個臉的保水度是如何 好 來來來來 試一下 好 好 來 現在就是剛卸妝完 對 卸妝完 來 看它目前的保水度是多少 好 現在是40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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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更好 看等一下差多多 對 好 那其實平常它保養的方式就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洗完臉之後呢 像我自己 我就是會直接把它倒在我的手上 然後你的手就是稍微搓一搓 搓完之後就可以開始進行保養 那因為它裡頭有這個 就是美國FDA認證的抗老A唇 其實像有很多的皮膚專科的醫生 他們都會使用這個患膚的成分 那它主要就是可以更新我們的老肺角質 然後讓我們的皮膚的彈力會變得更好 然後達到我們的毛孔會變得比較細緻 然後更淡化細紋 像我自己我很擔心像是法令紋 那我就可以稍微在這邊做按摩 就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因為我很愛笑 所以這邊眼周的細紋 你也可以稍微的按壓一下 眼尾紋 對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抬頭紋 這個地方 就是可以在這邊也是做個按摩 然後再來還有我覺得女生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我們的脖子 因為脖紋其實最容易就是看出年齡 露餡 對 所以這邊也要做按摩 有的女生完妝搞得好像少女般 結果那個脖子一露出來 阿婆 三條線 然後 說實在保養真的 你也差一點吧 男生也是要做保養 對 好深 好 因為它裡頭還有滿滿的 複合型膠原蛋白 所以如果你想要V臉的話 有沒有 你就可以像我一樣從臉頰這個往下 從下往上 你可以這樣子做答題 這樣子 這個動作不好做 對 翻手拉 對 翻手拉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眼周的這個細紋 剛剛有說到 你可以按壓 那其實大家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它裡頭沒有酒精也沒有 它流進眼睛會不會很刺 不會 它完全不會熏眼 對 所以我覺得它是連任何的 膚質的就是女孩們男孩們 我覺得都可以使用的 然後你看稍微按一下之後 你就會覺得 那個膚色你會覺得好像亮了一階 來 很美 2號機 來 給鏡頭特寫一下 有在發光 亮一階 對啊 就是有在發光的感覺 對 有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再測一次 那個保水度 好 剛剛是40嗎 剛剛是40 會不會一測我要變25 不會 怎麼可能 來 剛剛是40 好 現在是 78 超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掌聲鼓勵 很多 對啊 因為它是 我們才一短短的時間 所以其實算滿快的 然後我覺得它主要是 不只給你的肌膚 就是有這個保水度 然後會變得比較Q彈之外 我覺得它主要還會給你亮白 因為它會有這種光 就透亮感 是因為它裡面還添加非常夯的 這個白梨乳醇的成分 抗氧化 對 所以像我自己 我會覺得我用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的皮膚 因為我本身不是那種很白的女生 可是我真的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會覺得我皮膚比較透亮 比較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那種 很忙碌的上班族 或者是你跟我一樣 天生是這種 黑肉隊的女生 強烈的跟大家分享這一瓶 冤尾花A唇化妝水 保證讓你用完是讓你的肌膚 可以風彈亮 超適合 長期熬夜的黃臉婆跟黑肉隊 男生也需要 對 回去趕快抹這個 好 謝謝 謝謝宇童 謝謝 好 來 雅倫 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為他花錢養隊友 對 就是因為我就是會比較喜歡 就是兩個人 譬如說男朋友之間 我們要有共同的嗜好 共同的興趣 所以像之前我男朋友他就是喜歡 其實我本身很懶惰 然後我也不太曬太陽 然後可是因為他喜歡去戶外運動 那種衝浪的話 我就還好可以只要在岸邊 但是如果他要去潛水 他要去打高爾夫 他要去打網球 或是他晚上要去溜那個電動滑板 你就會覺得如果你都不會 你這些事情都沒辦法跟大家一起做 當然 然後這些時間都沒有 然後所以就是我會找我的表哥 還有我的一些男性的閨蜜 我們就一起去練高爾夫 一起去學潛水 一起去學網球 那這些你本來是沒什麼興趣的 他不喜歡 球我小時候有打過 可是後來騎他我就不行 但是 因為那個出去都是 譬如說你潛水 我們要去琉球去墾丁 你那是一個旅遊 你如果不跟上 或是你到那如果不會 你跟他沒有共同話題 然後高爾夫一場就是四個小時 你要賠 對 你就是會覺得 然後為什麼要培養隊友 因為我的隊友的一些 因為這些東西都要花錢學 然後我就幫他們一起出錢 然後譬如說我男友今天他要 譬如說四個人下場 他今天只有一個人 我就說有 我有兩個 他如果那邊有兩個 我說有 我這邊有多一個 他今天如果有三個 我說我去 就是你什麼樣都可以配合 然後網球也是 雙打 就是有缺到的人 我就可以補上多少 然後潛水一定是一船出去 我們都海潛 所以一船出去的話 大家也會喜歡一起 所以我就會 花了一些成本 然後去培養一些 可是其實學會之後 是覺得好玩的 只是要下一點重本 跟一些心力 真的是 為了讓大家喜歡 人家喜歡也是花了很多 而且他們的哥們這樣出去 還說妳好棒 妳女朋友什麼都會 對 然後什麼時候都可以揪 然後一個 兩個 三個 都可以補上 那他很有面子 對 然後妳就開心了 對 對 這樣子就是好 因為我們真的 你看不要看我們大家好像 光鮮亮麗 其實我們也常常會擔心 人家不喜歡我們 對 或是不接受我們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會做出一些 自己原本不是很願意 或是可能不是很適合自己的事情 就是為了討人家喜歡 人貴在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對 青菜蘿蔔各有所好對不對 你不喜歡我人家 別人愛我愛的要命 對啊 所以我是一向都反對說 為了讓別人喜歡 然後去對自己 因為你已經到這個年齡了 這個年齡還是會有差 也改不了 到了一定的年齡 改不了小孩 對 我是名玩不靈 不是 到了一個年齡 你就會覺得說 看開了 反正不喜歡 可是有一些年輕人 還是會覺得說 我要改變自己 我希望人家接受 我希望可以步步高升 越來越好 你講到一個重點 我現在這個階段 我自己不會改變 我都要求別人改變 對 好啦 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 像玉琳哥要找到自己 最強大的自信心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